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晚谷, 我又回来了 今次是一个快闲的旅行 主要是在晚谷和巴提亚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因为旅行影片剪接, 非常浪费时间和心思 新朋友记得按订阅, 和看影片给个赞 亦可以分享给一些快来去Banggok的朋友 今次我们一早就来到Banggok 所以一早就去咖啡店喝咖啡和吃早餐 准备一下放松自己的旅程 这间咖啡我自己都挺喜欢 曼谷的咖啡现在都挺有创意 他们很多时都将咖啡混合不同的饮品 这间咖啡主打是豆奶咖啡和健康食品 我自己就叫了一杯豆奶咖啡 还有加少许芝麻, 味道都算OK 不过就延许味道比较淡一点 如果真的想喝咖啡的朋友就未必适合了 但食物方面我自己就挺喜欢 全部都很有心机做的 而且份量又够大 而且它里面就加了很多水果的元素 刚刚做出来, 相当之好吃的 来到曼谷, 当然要做一个漂亮的按摩 出发前, 我就设计了Mind and Matters 的按摩店 而且它不是连锁店 而是走一些精致家庭式的路线 而且我就是喜欢它的环境 相当之优静 完全给到一个远离凡固的感觉 Mind and Matters Massage 这裏很好 有英文, 还有一个繁体中文的 menu 都很清晰的 没有那么多的配件 主要就是一个香薰按摩 和传统按摩为主 即是两大项 比较功能性的 你看到办公室综合症 泰式草药深层按摩 这些是有帮助舒缓 即是针对性的按摩 原来一个热买价 其实是在做折扣的 譬如我做这个深层按摩 做深层按摩 90分钟是2000匹 即是大概500元港币 120分钟都是2500匹 所以这个价钱 现在看的环境来说 都算绝对值得玩这家 如果大家做Body Scrub 都会有很多 这些给你选择 反而Body Scrub好像挺厉害的 真的很多 很多 有四支这些油 原来好像香薰油 这一支是这样的 好像别人的拆 有个轮子 有个轮子 你当活乐油 茶 但它是香薰活乐油 这一支是350匹 一来到有一个 类似welcome drink的物体 但它这个龙很漂亮 有冰淇淋和茶 哇 很漂亮 按摩有冰淇淋 第一次看到这个 哇 很细心 其实这些 它都告诉你 就算是冰淇淋 也有滴到柠檬 有一个rice tea 有一个好像一些米 这个挺特别 还有一个就是米的冰淇淋 斩下眼 90分钟 就按完 我觉得整个按摩 基本上都非常舒服 其实在泰国做这些按摩 刚才我觉得它这家技师的手势 它是偏比较按压的 就是它用力的位置是很到的 而且它们的力度是比较坦的 如果大家不是说很受得力 就要跟它说 因为它推拿就不是那么多 就是完了按摩之后 它还有一个叫forgot me not set 它有一个就是每天的 homemade dessert 还有一个生果 一set很漂亮 看着外面那么漂亮的环境 就吃了一个甜品 完整整套 就做完我们按摩家 按摩前和按摩后的套餐 还有最后 技师还黏了两块金箔在我的手 他说是会带来好运的 金箔就黏在它 跟着我们现在就打算去这个MBK商场 它这个商场虽然是旧 但它就刚刚今年就完成了大翻身 里面有什么呢 超大型的运动用品的套餐 还有就是很多手信 还有就是药装 还有很多食肆 开到好东西 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行的大型商场 我们就等着车 就在我们这间按摩店大概是15分钟左右 一来到MBK商场 超好气氛 首先就这个曼谷男团就在这里表演着 不过我们的重点都是进来看看有什么 一进来这里 就在这一层 地下这一层 已经是很多减价的特卖场 在这里看到有行李箱 有衣服 手信 还有运动服装 这里你看 这里是两折的 看看是两折不是八折 就是1900匹20寸 箱就是大概500元左右 很轻 非常之轻 都是半价 已经买满3000再减多400 但是这些款式就好像比较舊一点 觉得它这些款式 3000匹 那就是大概 哇都不便宜了 暂时看这些球鞋 旧款和价钱不是特别便宜 芒果干700匹 有14包 760匹 如果要少一点 这里6包 芒果粒 这些是芒果糖的 39匹 芒果糖 里面挺多的 这个袋挺漂亮的 350匹 290匹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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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很泰国 这些 一穿出来就知道 但我回来对它这些袋 这些袋 我觉得挺漂亮的 还有它尺寸够大 拿去买送一楼 你看这些袋多大 刚才就是在看这个袋 我觉得它尺寸多好 不来Banko 好像背这个袋 好像不太适合 290匹 其实它们全部都是 番茄来的 很像的 好漂亮 你看它连萝卜也有 全部都是番茄来的 好香 看这个芒果 便宜的 850匹 850匹 这些是女装来的 我去看看 现在是200-300匹左右 就是这些T恤 就是这些T恤 这些pattern 其实从Banko来说都很流行的 最主要是看你自己 这些pattern 彩虹 40多元左右 不是太差 质地都挺柔软 挺软熟的 质地 而且它的色很多 它又不会剩下古怪色的那些 我这个裤子可能会打算买 它是200匹 这些是棉的 又是棉裤 平时都会穿的 这些棉裤 平时出去运动一下 或者是平日穿都挺好 200匹 即是 50万元左右 这些裤子都很正常 它们减价的那些 都很正常款 还有很多尺寸 原来 地下这一层 还有这么多东西 在这里 其实它整层 就是说这一路直行的 全部都是卖手信 这些平价特卖场 这些日本的地下街 还有些店铺 夜市的集价摊 那些 这些挺好行的 泰国的三符买超便宜 全部99匹 即是25元港元左右 一路走这个商场 觉得它都几 好像夜市那些 创作性很丰富的产品 有便宜的 它又有些按摩 即是比较精致的东西都可以买 即是很杂不甩的 但那些价钱 都好像是夜市的价 已经见那些东西 所以我都觉得 如果是有冷气 还有就方便些走 都几多东西 即是它产品的种类 几多元化 这就是Super Sports 我们要找 那个 运动的特卖场 进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划算 哇大量的都是 半价全部 这些球鞋 哇这个New Balance 9895匹 只是二百多元 这一对 港元二百多元 这一对真的很轻 二百多元都没输了 Nu Balance 半价这些 我觉得某些东西是便宜的 那些款式好像比较旧的 而这三个反而有点贵 所以真的要比较一下 如果真的有些 OLED那些场 那些货不是特别漂亮 或者是一些卖不出的死货 才放在这里 那我们搞了一天 去完On Mall 和Shopping之后 终于 check in 我们今次来的酒店了 今次就是浩华团 所以我们酒店是最重要的一环 今次我们就是进入 Kimton Malar这间酒店了 这里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发展区 与其说一间酒店 其实大家要看就是这个区 因为它这个区是会由Kimton Malar 还有旁边的Kimton Malar 还有几座建筑所组成的 就是整个建筑群 所以其实它这些新区的规划是做得特别好 它也是用一个园林景色的布置 和包围住 所以整个酒店的设计是很舒服 是将整个大自然融入了在这个酒店里面 酒店的格调就是走豪华和奢侈风 今天我们一走到来 这些职员已经是立即冲出来 帮我们拿行李 而且进入来的感觉都很格调 而且气氛是超级之正的 酒店的房型 我们设计的大概是2000元一晚左右 已经是连起这个早餐 当然 价钱是相当浮动 如果旺季一定是不止这个价钱 好了我们就check in 来到这间Kimton Malar的房间 我刚才秦那个圈 相当之精彩 特别是房间的空间感 真的很大 而且我喜欢走动空间 够阔 它就没有省到任何的位置 你看只是走廊都可以这样 真的进入来 它楼底有够高 整个感觉真的是很舒服 这个是 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 摆设和设计 家室、颜色各方面 它的设计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我们一进来 在左手边就有这个mini bar mini bar 这里很厉害 水真的不用钱 资装水有6G 和咖啡机这些基本东西 所有东西全部齐了 走前一点 这里就有个好像是working area 之前staycation住过4 season 都是这样 好像有个library仔 有很多装饰物 摆在这里 所以它不只是这么简单 就让你住得舒服 反而它会着重表达方式 那种设计的味道 它想让你看回 唯一电视就不是对着床 你看电视真的要打側来看 怎样搞都搞不到它正面 这边就会见到 就是一张贵妃椅 还有一张桌子 用来晚上买甜品 就是芒果糯米饭 就是买来这里吃 这里还可以 整张床五尺的贵妃椅 用真的植物在这里 在酒店比较少有 因为一般都比较难处理 而且会怕你弄烂 有水有玻璃也是比较麻烦一点 室内设计我觉得 我都比较高分 如果这间酒店来说 因为你看一些长置 一些pattern 它用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而每一种东西 是融入了比较natural 一点 用一些木 好像一些树的质地 有暗绿色 天然 大自然的元素 那种元素的味道是很重的 这间房间的另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的浴室 是超夸张 应该是我这么久以来 其中一间酒店的洗手间的面积 竟然有如此大 你看我这里一路走过去 左边就是两个 双洗手盘的设计 另外这边就是一个马桶 另外最重要的是 林浴的花洒空间 挺大 整个房间这么大 还有它是用了 本地的泰国品牌 是名牌的 木浴露和洗油水 还有一个超巨型的浴缸 浴室的空间 是可以大到这样的 真是夸张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walking closet 以及设计很特别的浴衣 这些是很反传统的 我记得它这件甚有泰式的风情 去到这么顶级的曼谷酒店 我同样地和大家试试去自助餐 都是相当出名的 本地人很多时都会过来这些 酒店、庆祝、生日饭 所以我今晚都特意设计了 下面这一间餐厅 试一试它的自助餐 我们又来到酒店的自助餐 这里是stock room 这个自助餐是6点半 吃到10点钟 跟大家计算一下 它是1500元 然后再加一 围起来大概400元左右 有个价钱 最主打就是一些海鲜 咖喱的部分 当然有咖喱鸡 咖喱牛肉 咖喱猪肉 然后旁边就有些甜品 甜品有几款 甜品就像夜市 我们会看到的 会买的一些泰式甜品 再走到一些 就是一个grill station 会有一些炸虾 有一些鸡肉 猪肉 还有一些腸 腸仔 另外一个煮蛋的卖点 并不是外面那里 外面那里当然多东西 另外一个卖点 主菜 即是热的 或者是重头皮 全部是make to order 这个才是值钱的地方 即是好像澳门的自助山一样 不过我们今天吃的是 泰国的南海 泰国的大河虾 全部都是泰国的海鲜 还有自助山 绝对有它的卖点 饮品在这里 它全部都是喝的 有茶、咖啡、汽水 全部都是可以喝点的 煮肉 还有四款沙律 还有冬甘公汤 全部都是make to order 我刚才肚子太饿 一开始我们就拿了 外面其中的一款 咖喱牛腩 咖喱牛腩 为什么我拿呢 这么多款里面 这个咖喱牛腩 相当之软 唯独是汁比较稀 因为很多时候泰国人 就用这个再拌一些米粉 一些蛋 去吃 所以汁通常会比较稀 部分的食物已经来到了 首先就是炒芡 这些炒芡 它都可以调调有多辣 辣不辣 如果肯自助餐来说 可以做到即叫即煮 还可以调辣度 我觉得是挺贴心的 还有这个就是蒜蓉大河虾 这整碟就是牛腩的食物 包括这只大河虾 爆裂的 神经病 你看这一只 接着是施巴斯 还有鱿鱼 还有鱿鱼 还有一只蓝蟹 它是蒜蓉过来的 这只蓝蟹蒜蓉过来的 真正泰国大河虾 你看看 多漂亮 金黄色的 这只 哇 真厉害的 真是真是真正 真是真正的大河虾 嗯 窩壇这只 好正 施巴斯 烧的 这只都是烧的施巴斯 都可以的 但就不是说 可能我刚吃了大河虾 很惊艳 这只相对就没那么刺激 刚好 因为你看它边有点烘 但没有滑干 其实鱿鱼最怕它知道干 鱿鱼很新鲜 蓝蟹 蓝蟹一般都是没什么肉的 最主要就是吃它的鲜味 即是蟹的鲜味 烧完之后 海鲜有时候就更加发挥到它的味道出来 好再试一下这个可以帮我们tater make的一个蜆 我们说小辣 它的样子就好像很辣 看看是不是真的 好香 它的酱好像XO酱 嗯 这个酱很好吃 它还有些香叶放在一起炒 这个蜆 这个蜆好吃 海鲜公仔面沙律 因为上次我们来Bangco的旅程 试过一间又是做公仔面沙律 好像专吃泰北的菜 我一试觉得挺特别的 谁知道它又有咖喱炒蟹 虽然它都是用蓝蟹去炒 但你看到酱汁香料 里面有辣椒洋葱香叶 相当之对版的 还有它这些咖喱你看到黄色 它不是好像香港 好像汤浸住 它是一坨一坨 它这些真是咖喱炒出来的咖喱 算是用带头虾 哇 味道调校得好 但是相对刚才那几款 它这一款带头虾 反而新鲜度就没有刚才那一款那么好 其实它都是C Bars 不过它是黑椒 比较少有些 用来炒这个C Bars 我也是第一次用来炒它吃 它调校得挺好的味道 很香 很香厚 而且它的皮 炸得很脆 反而这个挺好吃的 猜不到 它们做些辣的东西 真的有一手 这间餐厅也有很多甜品和生果 我最喜欢的就是泰国木瓜 然后我最后也拿了整大碟的烧大和虾 吃完之后就很满足了 当晚就下大雨 而且我们也有点累 我最后就上了酒店顶楼的一间餐厅 喝杯夜吃少少的宵夜 其实近年很多新的酒店顶楼都有一个酒吧 上到去也可以欣赏一下全个曼谷的夜景 这间餐厅也不是只有饮品 也有很多酒吧小吃串销等等 所以就算你晚上来吃饭都没问题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路走 因为这个环境是挺漂亮的 如果定了一路看就不清楚 那我和大家走一走一圈 换开放式 因为上面有个顶 这里主要都是一些大一点的桌 可以喝东西和吃东西 另外那边就是一个开放 这边全部都是酒吧区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酒吧区 最厉害的是我们有个DJ和打碟区 跳舞区 这里长期都有个DJ打碟区 它有些树 有些绿色的植物 但一看出去就是Bangok的夜景 半开放式 又有盖子 又有圆林景 所以设计和酒店本身都是挺一致的 现在新式的设计是不同的 好大雨突然间 这个就是阿拉伯串销 很棒的 羊肉 鸡肉 牛肉 而且很特别 下面还有些薄饼墊底 烤鱼串销 烤鱼串销 CBASS 今集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就主攻Bangkok的購物热点 我还会带大家去一个Bangkok附近的OLED 所以下一集记得看下去 今集说到这里 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